《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來到今集的《釋放香港》 我是羅雅玲 港珠澳大橋的司法覆核 近來就惹來很多公眾的討論 很熱烈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 分別是來自屯門和東涌的居民 其實他們兩位都一直有關注 港珠澳大橋這個發展的項目 已經有好幾年了 在我右邊的就是何佩咸 他是屬於屯門基建民間監察的代表 而在我這邊就是何萊 何萊是東涌的居民 也一直關注城市規劃環境保育 今天有30多個民間團體 聯署發表一個聲明 就要求政府要正視環評漏洞 捍衛法治精神 其實大家近來就聽到有一些言論 特別是我們的特首就在立法會那裡說 有些市民或者是有些政黨 就利用這個司法覆核 就濫用這個司法程序來拖慢這個基建發展 其實廣珠澳大橋對於香港的環境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我想首先聽聽何佩咸 你其實關注了港珠澳大橋這個發展多久 以及你們屯門的市民關心的地方在哪裡呢 其實遠在我未曾在屯門住 在大嶼山大澳的時候 就已經關注這個發展 因為其實已經換了另外幾個設計 港珠澳大橋 在遠在屯門住在大嶼山大澳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覺得這個發展是很有問題 後來我就搬了去屯門住 屯門那裡在2009年 它終於出了一個正式的規劃藍圖 落腳點也定了 就出環評 的時候我就發覺很有問題 因為地區的資訊和知情權是不足的 很多居民都不知道 地區的區議員 有很多都沒有向居民講解 即是說這個港珠澳大橋對屯門區的影響 包括是它引申出來的屯門西妖道 由元朗跨越整個屯門市中心區 一直是去到港珠澳大橋 中間那些是貨櫃車的流量 對整個屯門空氣其實已經是很差的了 加上港珠澳大橋和其他污染的設施 相繼在差不多同時間落成的同時 所以這幾個工程 對整個屯門區的居民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大的影響 再加上港珠澳大橋的耗資是很大的 只是主體橋已經是六百多億 加上其他工程 究竟它能否達到經濟效益 還是又是一個大敗仗工程 以及它帶出來污染問題 對民生的影響等等 它是否實際達到經濟效益等等的問題 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再看回它出的環評報告 其實都很粗疏和不足的地方 還有一件事就是環評全部都是英文寫的 大部分居民其實都未必是看得懂 就算是一些很專業的人士 如果不是對這個是污染物 或者是一些環保界的專業人士 根本是沒辦法看得明白那份環評報告 因此政府在地區上面的講解 以及與居民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包括了地區的區議員 在這個階段 我看不到一個月內的諮詢期 居民能夠得到溝通 或者是能夠有他們足夠的知情權 因此我可以說這個港中的大橋 根本就是一個政府 一個黑箱作業的工程 希望這些十大基建馬上上馬 而是忽視了它長遠對居民 或者對全港性的影響 是 何來我聽說你好幾年前 都參加過這一類的公眾的諮詢會 那可不可以說說當時在東涌 其實我在朋友裏面 當時 Project 未出門的時候 我聽那些傳聞 這個港橋說了十幾年 但其實真正式式來到香港公眾諮詢 應該是2004年、2005年 當時由唐司長領導大漁山發展概念計劃 當時有很多包括迪士尼樂園 包括很多概念性的 譬如這個蒙古花生工程 大澳發展工程 還有很多很奇怪的工程 一次過擺放進去 那就是諸港澳橋的著物 只有兩行字 在整個諮詢文件裏面 只有兩行字 即是說十大工程裏面 其中包括諸港澳橋 當時第一時間 唐司長領導大和離島區政務署官員 地政署很浩蕩地 在煤窩做諮詢 接著去過大澳 然後第三時間去東涌 當然在大嶼南裏面 居民要討論諸港澳橋 其實在當時 不管是居民的角度 或者是從政策角度來說 其實是沒有討論過的 當時在大嶼南裏面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大嶼三居民 有很多他自己本身 都希望大嶼三發展的一些想法 即是很多的討論 當時集中在 這個煤窩發展翻新計劃 以及其他沿海岸的所謂的 SPA 又大澳等 整個會場 其實只有兩半小時的討論裏面 全部去了另外一些 即是同一個計劃裏面的 其他爭執裏面 那麼諸港澳橋 基本上沒有討論過 接著去到大澳都沒有討論過 最後去到東涌才有得討論 有得討論當時 包括有環保田頭 以及我們東中區 很多業主會的代表 居民的社區代表 其實是全會場反對 當時也有其他大嶼南的居民去討論 即是之前沒有討論反對的意見 利用今次東涌的去討論 當時的居民是拍攝 那個氣氛是拍攝攝罵的 當時也有很多政黨在裏面的代表 即是區議員 或者一些政黨的服務人士 都聽到居民大家一起反對 當時是說會幫助市民 去提出這個反對意見 然後諮詢完結後 看回他們的報告的說法 其實沒有說過有人反對 完全是敷衍的 是的 還有兩個公眾的 在市區裏面的 一個在佐敦 一個在佐敦 一個在九龍塘的 一些公眾諮詢會 當時其實政府沒有宣傳過 都是透過我們自己的頻道 朋友的頻道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會在哪裏有個諮詢 其實整個過程是很詭畜的 很詭畜的 沒有人知道有一條這樣的橋 正在來 反而是市區裏面的環保團體 還有當時WK Chen 還未過身 陳偉群博士 大家嘗試去爭取 拿多些資料去談這條橋 但是當時的情況就是 除了這兩行字之外 其實我們是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任何研究都沒有 即是一條橋的畫的樣子 是怎樣的 或者是一個什麼概念去做 都是因為是透過今次的 那個咨詢 就是05年那邊的咨詢 之後 06年才開始出 我們會走一個歪形的線 或者是會 其中之前有一段 他們有個設計會下去 在機場外面會潛水 潛水會上來 其實就是剛才佩恆說了 那個設計其實已經去了很多 但是那些設計 都是在諮詢會之後才再出現 你想想 這個所謂的公眾諮詢 其實是否一個公眾諮詢 還是政府 我覺得政府只是存在一個 法律要求他要做一個諮詢 於是找個位置 不太確定的 就出來 接著他們的紀錄 就可以說 我已經做了多少場公眾諮詢 但是其實公眾 是否有被提供過 他的諮詢 沒有的 因為資料其實不是很足夠 沒有的 當時是沒有資料 一頁紙的資料都沒有 即是在說 概念發展計劃裡面 因為他是透過大嶼山 發展概念計劃裡面 去釋出來的 不是一個獨立的工程的諮詢 這樣做出來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 我們已經很上心 對於環保工作 很上心的人 已經覺得 怎樣談 我們其實是 看著這條橋怎樣做 然後 有很多外面的聲音 在那裏推出這條橋的聲音 出現的寶寶派聲音 十大基建 這是一個國家基建宗情 我們已經談了十多二十年 那些吹出來的聲音 就很多 但是我們真的在說 那條橋的總場道 那個走線 那個橋腳位 我們東涌 在東涌那裏下線 因為當時就是 廖秀東做 保護局局 是嗎 廖秀東 那時候我們透過 規劃處 和 透過規劃處聲的 電郵問局局長 他們那邊 他沒有回應 然後 公眾意見 問得太多的時候 有很多聲音 就出來 就是怎麼說 就是 你反對也沒有用 中央已經拍板要做 中央拍板要做 你反對也沒有用 你不如想想辦法 怎麼弄好它 這個就是 06年吹出來的聲音 然後就很充充地上 之後 其實我們都拿不到 任何一些 其實對方 是否有一些 新一部的資料 給我們 或者是 一些技術裏面 我們 我們提出來 當時會場裏面提出來的意見 我們在公眾諮詢裏面 出不去 在議會層面也好 或者是立法會層面也好 出不去 然後 他們自己工程界裏面 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 當時的爭拗 是沒有說到那條橋 對於三地的環境影響 最多的就是錢 當時的爭拗最大就是 六百多億 當時其實是好笑的 那個趨勢就是叫香港給光 對 即是集中的點 是嗎 當時是六百多億 就打算給香港 因為香港最有錢 還有當時我們工程界的 主導工程的人士 都在香港這一邊 鼓吹多 他都一雙情願 覺得六百多億 對香港人說很少錢 一種這樣的氣氛去討論之下 於是就有人開始 從錢的角度去提出反駁 結果 大家到後來 中央拍板會給 不知幾十億至十幾億 然後 將其他的費用 在珠海和澳門都會分攤 結果香港仍然是最大塊的那塊 這就是 那個著眼點 這麼多年來一直的討論 但是對於橋本身的技術層面 環保 和對於民生的影響 其實我們沒有機會深入討論 其實沒有機會討論 譬如佩咸 其實居民有沒有真的 主動直接提出 有關環保空氣的問題 是很大力地跟政府說的 很大力就沒有 因為在屯門地區 居民的關注社 整個地區發展的文化裡面 似乎是很被一個空間主導了 這個空間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覺得逆來順受 政府給什麼都沒有辦法改變 我入了屯門住 就很明顯發覺這個問題 譬如說 好像張溫澳 他因為堆田區 他可以整班人出來反對 但是反過來在屯門 我都跟居民溝通過 大部分溝通過的居民 他們覺得其實反對都沒有用的 很多地區不接受的建設 就放在屯門 而屯門的政黨或者一些議員 很大程度上 他都會接受政府這個建議 譬如我們是很多介任 擔任我們屯門區議會主席的 劉王發先生 他很多時候都會說 我們小市民是要 即是我們是要犧牲小鵝 完成大鵝 究竟所謂的小鵝是誰呢 大鵝是誰呢 小鵝當然就是指當地的居民 完成大鵝 究竟所謂的大鵝是什麼呢 如果從港珠澳大橋來看 大鵝可能是一些珠海的地產發展商 澳門的地產發展商 即是如果你看回港珠澳大橋 根本它還未在它的地產項目 橫琴島或者它落腳點的地方 在珠海或者澳門 已經在賣樓盤 那樓盤的賣點是什麼呢 就是用港珠澳大橋的落腳點來賣 三地兩個大陸的地方 最初都是不肯出一毫子來建 它只是要香港人付出很大的代價 所以在這裏來說 這個港珠澳大橋 其實你如果擴闊來看 不單止是屯門居民的問題 也不單止是東涌居民的問題 是整個香港人 你將來付出的代價 這個不單止是一個經濟的代價 還有我們生態資源的代價 它所跨越的地方 它所造成生態問題的影響 它所損害到我們的海洋資源 包括需要在這個港珠澳大橋裏面 大量傾滑雨泥 那些雨泥去哪裡呢 又在屯門製造一個雨泥焚發 每一天將它燒二千噸的雨泥 這個已經在屯門居民很不知情之下 一些區議員沒有盡它的能力 將這個信息給市民的情況之下 已經是通過了 每天是燒二千噸的雨泥 還未算將來可能 會在屯門落成的超級焚化爐 港珠澳大橋加上屯門西繞道 那些工程車 那些泥頭車或者經過那個污染民 所以整個環評報告裏面所寫 港珠澳大橋所造成的污染物 其實在屯門整個這麼多污染項目裏面 是很少量 是一小部分來的 整個環評是不完整 如果是對這個屯門區 整個居民的影響是很不完整 對一個50萬地區的居民來說 是很不公平 對整個香港市民的負擔來說 也是一個很不公平 很不公開的黑箱作業 這個這麼大規模 即是600億的主橋 完成了是多少億呢 將來哪一個去承擔 這一筆這麼龐大的費用呢 我們現在香港政府已經在發外債 已經在發債 將來我們會不會是冰島 或者是歐洲其他國家的後層 將來我們的下一代 要去償還這一筆這麼大型基建的費用 為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為了某些地方 某些集團 或者某些商界 他們所進行的地產項目呢 而犧牲的是什麼人呢 現在我們看到政府 轉移了視線 就說有一些建築界的人出來示威 就說有令到十幾萬人失業了 好了 我們是不是長期用幾千億幾百億 去承擔十幾萬的工人 為什麼我們不去想一個 長遠去解決這些勞動力的方法呢 或者是將它 這個工種 其實好像製製業一樣 現在是沒落行業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犧牲 我們香港人的持續發展 去挽救一個殖樣的行業呢 所以在這裏來說 我覺得政府 它是說 它將它自己的問題 那個不足 有規復於市民的責任 推卸了下去 令到那個社會不和諧 令到一個集團 或者是令到一班的市民 就認為它的失業 是歸咎於一些團體 一些環保團體 或者一些政黨團體 教唆市民來做司法覆核 為什麼它不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需要這些基建呢 這些基建在建築的時候 正如河南所說 究竟有沒有說 真是諮詢到居民呢 如果你真是諮詢到居民 怎麼會突然間 有個居民出來提出司法覆核 說你是不符合標準呢 如果你的環評是做足的話 為什麼會被人看到這麼多漏洞呢 這件事是很值得我們的政府去思考的 我們不是要去批評我們的政府 或者我們不是要去搞對抗疫 也不是說要抹殺一些就業機會 而是說我們要真正去正視整個問題 去正視究竟現在我們進行這個 港洲大橋 或者其他十大基建 是不是有這樣的需要呢 我們是不是已經是說 除了港洲大橋之外 我們沒有其他渠道回到中國大陸呢 不是的 我們發覺很多地方 很多渠道 很多口岸 可以很快速地回到中國大陸 你說得對 其實呢 除了這個錢 即經濟的代價之外 其實我們的環境 是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們市民的健康 今次就有東涌朱婆婆 就挺身而出 是做了那個司法覆核 也都有法律界人士幫她 而法庭的判決呢 也都顯示了 其實政府真的未做出功課 那你們兩位又對 有市民能夠透過司法覆核 令到這個政府要停一停 想一想做好些事情 這種發展呢 你們怎樣看呢 我當然是很鼓舞 正如葉寶林所說 在中國那邊 去看這件事其實很正面 你們很正 你們居然可以 一個婆婆 一個普通的人 她都可以申請法活 來跟政府打官司 拿回公道 政府不對的 她都要停了工程 在中國沒有這件事 這個正正是香港人 現在為何要在國際上 他仍然外資或是一些金融機構 他仍然要把基地 擺在香港的原因 為何香港還可以作為 一個金融中心 或者一個貿易中心 或者我們叫它做法治之都的地方 這個正正是我們要珍惜的地方 所以在這方面 如果政府有做錯的話 法律就是用來去監察它 法律就是給市民 我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跟一些大的財團 大的集團對抗 但是我有什麼呢 我有一個無私的法律 這個正正是顯示了給很多市民 我們不需要強行被人欺騙 去做一件事 我們都要接受 如果我們覺得這件事是有問題的話 對於公共利益 或者對市民是有長遠影響的話 在這剎那裡你就要出聲 我聽到徐家臣先生說 在打這場官司裡面 原來是有很多大狀 他是免費提供幫助給這些市民的話 其實在香港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值得鼓舞的事 即是說我們市民重視這個公義 重視是我們長遠的利益 多於是一剎那這個經濟的利益 或者是我們更加是比說 盲目服從政府的指導 盲目服從政府一些是錯誤的指引 我們能夠向著公眾利益 向著一個是 即是我們認為是對公眾 對這個持續發展 對這個下一代是有交代的工程來說 這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這是基石 沒錯 這也是民主社會 法治社會裡面最應該珍惜的東西 對我來說 這是我們民主社會 公民社會 以及一個文明的基石 即是法律這一樣東西 真是你要去到那個文明 你才可以產生到這種力量出來 而我們可以有一個小市民 可以運用到這種力量的時候 其實是反映了我們香港市民一般的質素 這是一個公民社會 一個公民意識的社會 即是 剛才我回應說內陸的傳媒 不單止傳媒 其實我兩天前就陪一個朋友 去深圳買東西 因為他不懂得說中文 所以我幫忙和他翻譯 就陪他買東西 跟店舖說的是 店舖的售貨員 的士司機 街邊的人 他們知道我們香港人 說說說說都會鼓舞 去說 你真的很棒 為何你們可以有市民 你們有市民 可以一個人 就可以停到這麼大的公證 在我們大陸這裡 根本不可能 你誰停 就被人打獲金 打到死人 會被人打 或者是官員來到 充你家就充你家 至少要有賠償 就很快拿賠償 就很快拿賠償 就很快拿走 但是他們那些是拍手掌 這個是兩天前 不是說傳媒 這是普遍性的現象 在內陸 他們對於我們香港的司法制度 司法的能力 是非常嚮往的 其實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在向一個 全國的文明社會 做一個示範 我們在做一個示範 我們告訴他們 一個合理文明的社會 其實是每一個人 我們對於周祖的環境 的關心 以及我們對於 生活在我們身邊的 所有事情的 一種公義的捍衛能力 其實就是在這裏 即是 發援又好 思法覆核這些程序 全部都是我們公眾資源 為什麼不是由市民 可以提供 難道真的 你要做到 我要真是大律師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或者我要專業團體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個不是 即是法律制度的成立 不是因為 誰有錢 我買得起就去做 這是一個公眾 社會的公義 是一種社會質素 所以對於我來說 如果婆婆願意站出來 我覺得 簡直是 哎呦 我真的拍了手掌 我當然知道 拍了手掌 婆婆還要六十多歲 你想想 一個六十多歲的婆婆 她可以關心我們的社會 她可以關心我們的司法 即我們香港司法制度裏面 有一種這樣的工具 她可以使用 你想想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我們應該要珍惜 婆婆她會 她在六十多歲的年紀裏面 都在關心政府做甚麼事 關心我們有甚麼方法 可以將一些問題去阻止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社會質素 這個是社會質素 我們關心這個工程的發展 其實我們都是從一個關心角度去看 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阻止一個國家基建的發展 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 是因為會由一道橋起不起成二影響到的話 這個國家就死定了 是不是死定了 所以我們在說 如果我們要做這些大型的基建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建設這些大型的基建 跨區跨境 還要是跨年代 我們要看的 不是現在 不只是現在上不上到 我還要看這個工程建設出來 它是創造了一個甚麼未來的年代 一個甚麼未來的社會 將來的人 如果我們要建設這條橋的話 我們要建設一個甚麼準備的設計 甚麼設施給他們 讓我們將來社會的人使用 那麼這些 如果我們政府用 好像我剛才解釋給大家知道 他們要將一個這麼跨國的國家級工程 放在一個所謂的概念發展計劃裏 政府自己 他們自己都不重視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能 讓他們隨便隨便繼續做下去 我們香港人就是有這個能力 我們就可以有能力去看到 政府在做的事其實 不是符合一個水準 是否幫助我們的將來社會 可以發展得好 你說剛剛香港這次的覆核成功 其實正正為國家提供了一個示範 最近都留意到新聞 說國內有些高鐵的項目要叫停 三峽工程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其實正正就是顯示 環評或是我們搞好的環境評估 做好環保工作的重要性 今次香港在這一方面 做了一些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正面的評價 我覺得完全是正面的 我是很想向朱婆婆 以及那些幫她的法律家人士 是致敬的 但是很可惜我們那個特首 他不是很理解這個法治 他亦都不太尊重這個法治的精神 反而他想挑起社會的矛盾 就是他那一番的言論 就是認為是一些團體或者是一些政黨 去反對這個港珠澳大橋 令到很多人失業等等 我覺得作為一個特首來講 他不珍惜香港人最珍惜的東西 他不珍惜一個政府裏面 一個是司法制度在執行它的架構 這個工作過程 其實是令到我們 反過來我很失望 很失望 為何我們會有這樣的特首 這個正正是香港人的質素 或者是一個婆婆 她都有這樣的維護 即是香港人的建設 或者持續發展的精神 維護發展的精神 為何我們的特首會是這樣的言論 這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是 是 是 基本上他發表了這個言論之後 我會覺得其實他是在衝擊 我們那個司法獨立的基石 我感覺到他在立法會上的言論 是向法院或是施壓 我不知道 我有少少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他有些不太尊重自己 你身為一個社會的代表 你應該自己也要消化一下這件事 而這樣衝出來 因為當時我記得 不是只爭特首 還有一位人大代表 是嗎 大家都想譴責一下他 其實 一個人大代表 他會自己給錢買整版廣告 去罵 各位主婆婆和罵一個政黨 說他們阻礙國家發展 這些製造的消耗 其實如果是一個代表國家溝通的單位 你這樣去做這件事 其實是很不歌迷的 他好像也是要求釋法 還有釋法 我想說多一句 他很強調我們香港地區 去挑戰一個國家主權 這個是完全和國家主權的 無關係的一件事 我們自己地區政府做錯事 關國家主權什麼事 你因爲這件事而釋法 就好像輸打贏要一樣 我輸了我要改求例 我的腳不踢了 我要用手踢了 根本是很無稽的 作為一個陣大代表 你怎可以說出這種話 你怎可以說這種話 質素我們都覺得很誠意 對國家都不負責任 我覺得他 好 如果何佩咸 我今天給你一點時間 向特首作出一個呼籲 你會叫他怎樣做呢 我希望你尊重香港法治精神 尊重法治法庭的判決 如果法庭認為你的環評是有不足的地方 請你要求官員檢討一下你的環評制度 如果是有居民提出司法覆核的話 請你開闊你那個民意的基礎 在每一個基建工程裏面 能夠公開諮詢市民 能夠讓市民清清楚楚知道 根本在第一步 就會關掉司法覆核的門檻 正正是因為民意的不足 正正是因為你的環評的不足 才會出現今天司法覆核的問題 所以錯不在政黨或者市民 也不是錯在一個六十歲的婆婆 而是錯在整個政府的架構 她是知錯不改的 反而是將位過於人 這正正是我們目前要譴責這個政府 何來呢 我想我不會單向曾特首去討論 我會向未來的 曾特首都說了她不選 未來的特首和政府 都要希望他們可以在這次事件 學到的經驗 政府沒有理由要去到市民提出司法覆核 然後才去看自己是否做錯事 政府第一 在這些框境工程裏面 我們其實用甚麼基礎去問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問 其實這樣的工程 不是不單止諸港澳橋 即是我現在期間 剛才我們記者周到位都說了 東沖區這裏的發展 因為諸港澳橋 要大量填海 要大量去建基建 其實這樣的發展是甚麼需要 其實是否有這樣的做法 這個是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部門都要同時關心的事 如果這個諸港澳橋 他來到香港 政府自己都不去重視 而求求其其 讓他過了關的話 那你想想 我們怎樣再可以信賴 將社會交給政府去管治呢 將來你不應該身為一個政府機制的代表官員 去譴責一個小市民 或者是一個政黨 他們那個想法 而是在看你有沒有看從我們的觀點 和市民的觀點去看這件事 你是否像一個同樣的分量去看這件事 如果你有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個能力去指導你們的官員 怎樣去做好這件事 這是我對於所有未來要選特首的候選人 都希望你是關注 從今次事件裏面 身為一個政府代表的角色 其實你的責任在哪裏 第二就是我們的司法機制 是一個社會文明的保障的機制 我們不可能 我自己都提過司法覆核 我亦都被政府告過 我都不會說因為我輸了 我單官才輸了 不是因為我輸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輸了 我都要服從這個機制 這是一個社會共識 不是誰喜歡做了官吏就改這個機制 或者誰不喜歡我就改這個機制 不是 所有我們的法治精神 都是來自一個常識的社會運作 一個常識的社會文明實習 那個實習 那個共識去凝聚而成討論 產生出來 這是大家 我們創造社會的一個架構 如果你去反對這個機制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反對整個社會 你在做我們的代表 但是你又反對我們 我覺得你也很矛盾 所以希望未來的特首 你們都要學好這次的經驗 希望大家都聽到了 希望將來未來的特首都聽到這個節目 今天很多謝何沛嫻 很多謝何來 我們下次再談 拜拜 iPhone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並且進行榮遜 看電子書內容 記者早期收到 發表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